SBS是编辑档以后要再开的话也是开SBS 然后这个是你的材质的名称 你可以用Rename的方式去换它的名字 这样子没有问题 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只要存档存好了 那么在你的材质 这个材质上面按右键 那这个是你的编辑档 这个是你的材质球 按右键 右键这个地方下面会有一个 Export Output as Bitmap 输出成点阵图 输出为点阵图 把这个点出去 我刚刚输出总共有六张吧 我把他丢在预设值 你要存哪里 你不喜欢就自己找 我丢桌面上好了 开个资料夹 543 丢进去 存档 好 档名 预设值是PNG 我觉得PNG就够用了 那档名是用你的档 那个图的名字 再加上后面的identity 就是你刚刚取的那个标签 然后要出颜色凹凸 的镂空这些 你全部都要出 没问题 按一下Export 它就啪啪啪啪啪就出去了 档结束 结束我们去看一下吧 关掉了 诶没结束吗 我们看一下 好 然后我们就到 刚刚的543里面去看 五张全部升完 1 2 3 4 5 6 全部升完 这样懂的意思 然后你就丢到你的 Unity 或者是3D Max 或者是Maya 不重要 贴贴贴贴贴贴 不知道是哪一个通道 是哪个通道的 你到时候再来问我吧 这个呃 要花时间讲 其实没有什么难啦 你如果材质之前上过的话 应该都不算太难 好 这样就完成了 输出 当然啦 有另外一种做法 如果你有安装它的外挂 如果你的Max或Maya 有安装它的外挂的话 你可以从最上面这边 最上面这边有一个 这个输出 这个输出 这个输出是SBSAR SBSAR是输出给 这个格式 SBSAR这个格式 基本上相容于 只要 那它完全对应 那个Unity Unreal Sanimex Maya 都支援 Vray也支援 Arno也支援 基本上都 几乎都支援 那 但是就是要装它的外挂而已 就是去下载 外挂当然是 外挂接口是免钱的 你就下载就好了 所以就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样的好处是 SBSAR它是一存出去 是全部的通道 都直接把它接过去 就可以用了 就全部 刚刚那有张贴图 它全部压在一个Node 里面全部接就可以用 所以比较方便这样子 那至于要不要出就看你 我这边已经做好 我就直接出了 只要出过一次 以后我要再更新的话 它会以你现在的位置 再重新更新一次 就直接存出去 再改就好了 好 那 我刚刚又堆加了一个东西 我在我的齿轮 跟阵列这个中间 再多加了一个 Transform Transform叫做 位移 也就是移动旋转缩放 我今天可以用这个 去做移动 去做移动 去做旋转 50度 100度 这样子可以转 好 那缩放大小 这个可以乘以2 除以2 就可以改 这样子 我拿这个下去改程式 改什么 我在它的旋转值 这个地方 把它加上了一个 告诉它说 我的旋转轴 要用 时间 乘以 倍数 去套用 它的旋转轴 这样子的话 出去的东西 意思是说 我要它的旋转 会随着时间改变 时间一直进行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乘以 移乘以 移乘以 然后一直跑 一直跑 这个值就会不断的增加 于是 来看一下 大概像这样 我放 你的贴图可以跑的 可以吗 贴图可以跑的 其实 不要想得太惊讶 不过 比较可惜的两件事 比较可惜一件事情 这个动画 只能在 Substant Designer 这一系列里面 能够执行 但是你如果丢到 Unreal Unity 基本上不行 比较可惜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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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逻辑 在 Unity Unreal 都可以使用 如果你懂得 怎么去输出 这些通道的话 基本上 在Unreal Unity 里面 可以用单一的 就像我们刚刚的 那个做法 输出一个齿轮 让那个齿轮旋转 然后让它排列 你就可以得到 一大堆像这样的 贴图效果 这样子 好 不过 这个就是额外在讲的 你可以看到 画面上面 有点lag 然后会出现一些残像 残像是因为 它的ram不够用了 它的ram吃不够 所以就会 读图会读得慢了 然后就画面顿顿一下顿一下顿一下 这样就变这样子 好 但 从头到尾 我做了什么 我从头到尾 就只是让它贴图 可以旋转 用旋转的齿轮 然后再去套上 整个动画 大家都一起转 这还可以调速度的 好 好 这是额外提到的 那 不过这个就不是 各位要做的事情 你只要 正常来讲 是接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中间再加上一个 动画的梗 这样子 OK 好 总而言之 再讲一次 把你的档案先做过存档 存档存好之后 你的档案的名称 你的材质 想要出什么名称 最好先帮它取好 否则就叫 new graph 一个新材质 这没什么意思 最好先改个名词 到时候它帮你一起改 然后 从这边 右键 输出 export bitmap 倒数第二个 这个按下去 你就可以指定位置 指定png 指定输出的图片 按下去 就全部出去了 就这样子 好不好 收工 还给各位 感谢观看